大法官釋憲嚴格線索死刑 實質廢死的氛圍下 馬上出現第一例逆轉逃死 2014年性侵虐殺 退休女老師的兇手劉志明 五度被判死後又撤銷 更四審改判無期徒刑 最高法院4號駁回上訴 這名兇手確定躲過死刑 家屬難以接受 大法官的釋憲的問題 真的叫絕望 我們等於是被糟蹋了10年 被配合演戲了10年 我下個禮拜就準備去看醫師了 這麼一個殘忍 冷酷 這些兇手 竟然在我們的大法官的裁定底下 實質廢死 使得審案的法官 根本沒有辦法判處她死刑 還有2021年 劉美女碩士 夥同男友殺婦案 最高法院也駁回家屬 死刑的請求 同樣在4號判處兩人 無期徒刑 覺得一樣吧 覺得他們上禁天娘 最好是死刑 前檢察官感嘆 這就是大法官免死金牌 首次奏效 猶如實質廢死的 釋憲判決就像老大哥 在看著你多少法官還能做出死刑判決 要是只判無期徒刑 恐怕又會重返社會 無期徒刑 只要服刑滿25年 就可以申請假釋 如果在將來改判無期徒刑 或有期徒刑的話 那確實有可能在服刑數年 或11年後 就假釋出於重返社會 法官跟檢察官不要只想他們的身關圖 大法官要去想想 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過於虛偽 然後忘了這些受害者的家人的心情是如何 不要今天公期明年忘記 專家提議無期徒刑修法分級 一級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二級得服刑滿40年才能假釋 三級維持現行的25年 民進黨否認大法官釋憲是實質廢死 但如今已經出現第一例逃死判決 百姓擔心台灣走向廢死社會 沒有死刑制度 未來恐怕只能人人自圍 記者張志明 曹天涵 採訪報導 下集中 二級得服刑法 三級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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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